喜师傅说故事 从前有一个进京赶考的年轻人 虽说已经落榜两次了 但这次他还是相信自己可以经榜提名 就在考试的前一天 他做了三个奇怪的梦 百思不解之下 只好去请教解梦专家 解梦专家告诉他说 你的第一个梦 墙壁种白菜 这墙壁怎么能种白菜呢 当然是白种了 第二个梦 雨天穿雨衣又撑伞 既然穿了雨衣 又何必再撑伞呢 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 这第三个梦 跟心爱的人背对背睡觉 这岂不是没戏唱了 唉 你啊 可以收拾行李回家 今年的考试是没指望咯 当他沮丧的在客栈收拾行李时 老板好奇的过来问他 这试都还没考 怎么现在就收拾行李了 他告诉老板 昨晚做了三个梦 解梦专家说 他今年考试没指望了 只好准备回家种田了 没想到老板说 我也是解梦专家 不妨说出你的梦境 让我来替你解梦 当老板听完三个梦之后 就告诉这个年轻人说 墙上种白菜 表示高重 穿羽衣又撑伞 正是有备无患 跟心爱的人背对背睡觉 就是准备翻身了 我保证你金榜提名 而且婚姻也会如愿以偿 这位考生听了之后很高兴 第二天考得非常顺利 放榜时果真高重叹花 梦本来就是虚妄无实的 可是人们每每喜欢结梦中之事 以探梦境之究竟 但是同样一个梦境 由于解梦者的用心不同 对当事者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为人解梦者 千万不要做不当的暗示 让听者心灰意冷 失去斗志 以至自我沉沦 甚至走上绝路 那就害人不浅了呀 以上故事解梦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